带来什么才艺 对 我有作品似的 哇 好用心啊 不知道企业家是否都能看出来我画的东西 上面是彩色的话 我是用了一个多一点 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 就是因为用彩线涂色的话 会时间久一点 但在我起行是只用了三十分钟 我上来看一眼 实在看不清 陈步横看出来了 这是图老师 对 那这个 徐磊 徐磊吗 对 徐磊 陈薇 我看的画是陈薇 你自个儿 这个赵总 是谁啊 小叶 我 我觉得跟小叶啊 我以为是曹 这是马瑞 马瑞 好 这个是段总吧 是 这是宋丹丹 五八段总也是我一个医生 这个是那个有道的那个 不是 东白 东白 就是东白 少年得到吗 这个发际线真的特点抓得很准 这个发际线 这个有点像日本浪人 这个是谁啊 最后那个 这是他 我画的确实不是很 谁啊 李浩阳 李浩阳 哎呦 李浩阳 我画年纪了 我画年纪了 对 你得给他加点胡子 姑娘有一点画的不错 就是唯一我觉得不满意的就是李浩阳 把李浩阳画得像我一样帅 为什么没画潮汐啊 找不到他的照片 因为我在来之前我不知道都有哪些企业家在 谁说我对平时节目的熟悉程度来画的这些 没事 有些人不值得画 在所有画的人里边 你觉得你最了解哪位企业家 了解最多是松鼠AI的 立总是吧 对 立总 不是 你是记不住我的姓吗 可能还是稍稍有一点 我觉得她是有点不好意思 不是记不住你知道吗 是这种少女感的 松鼠AI立总 我现在记住了 我以后也能记住你了 对 而且你把李浩阳画得这么帅 你不知道在台上我会引起反感吗 你反感重要吗 如果我画您的话你一定会更帅的 谢谢 孟非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可能算是设计类的同行 所以我大概的冒昧的说一下你的这个手绘作品 那我觉得手绘作品是帮助你去了解世界和认识美的 但是他可能不能以你的手绘作品来为你加分 那我能理解起码你是七年的时间在进行在这个 起码是专业创作你是有这个背景的 那如果画成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手绘你可以要考虑是不是可以放弃了 那唯一呢我觉得你的亮点是你的上面小图标都是自己画的 那你如果以五千块钱的这个标准来看的话 能自己去画图标来做UI的话是非常超值的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多多关注就是那个手绘版的创作 那个创作做爱好就好 其实我画了不成好也是有那么一点的原因 因为我有四年没有真的没有去动手绘画了 我一直在动电脑就是用手绘版来做那些设计类的东西 其实说到这一点的孟非咱就别说了 既然拿上来就一定要拿自己最好的 不要拿上来之后再去解释我四年没花 你懂我的意思吗 明白了 好 来来来来 我们进入职场行商课堂 如何看待2020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告中显示 93%的毕业生表示愿意加班 我挺就是挺不喜欢加班的 但其实也不能说我不喜欢加班 我觉得应该是要有一定的机力让我来加班的 可以有薪资或者其他方面的鼓励 或者就是表扬一类的也行 现在你看你说你是不愿意加班的 但是你看市面上跟你一样要并且毕业生的孩子 他们都是比如93%是愿意加班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他会不会受了有一点违心 他愿意加班 小孟非 你的这个专业是设计 如果你到专业的设计公司 你知道他们那种加班有多两三点 经常经常的 每天早上开始太阳升起来 真的是 其实我加班是没问题的 我愿意去 但是我觉得我要做我就是喜欢做的东西 我非常感兴趣的东西 我愿意付出我的努力 你就是公司让你做一件事不是你喜欢的 就是公司给你派的任务 然后又紧急就让你加班 你说你可怎么办呀 但是本职工作我是一定要把我需要做的东西给做完 就是专业一些吧 就是既然我们要到职场了 还是要调整一下自己 不是学生了 不能靠着自己的兴趣来做了 别人给你激励是不是最重要的 是你自己对自己要有激励 对对对 你要主动去做事情 所以说来这里的目标还是比较明确的 我要做的是UI设计 这方面是我特别喜欢的 而且大学四年里面 我一直在努力追求的这么一个行业 然后我步入职场之后 我肯定会更加努力的 是加班没问题 你说就实在 听孟非了解说这么多话 其实我觉得你真的不像一个做绘画的人的性格 我们发现身边那些做绘画设计的这样的一些人 说话稍微会慢调思理一些 你总是赶着赶飞机 是不自信还是紧张 对对自己在社交方面是有一点不自信 是有很多的 其实孟非我刚才特别想跟你聊这个话题 你知道一个设计师啊 你首先要对你的专业自信啊 然后对你的想法和创意自信 还有你要面临很多指点江山的神 在背后说要怎么怎么怎么设计 我觉得你可能还不会被人家给欺负死呀 今天让你干什么 就好好好 就蓝蓝你会觉得他就不太像设计吗 设计师也好 艺术家也好 就他必须得有他自己非常坚持的东西 当然可以妥协啊 因为我们商业化的不是说纯艺术的 但你的这种就被人欺负的感觉 我觉得你未来在工作里可能会很难 我现在社交上面是没有自信 但是我对专业 我自己的专业能力还是有一定自信的 这位选手的画呢 让我稍微有点犹豫 为什么 因为我看了这幅画 我在想 他画的到底是太阳还是月亮呢 我仔细地想了想 观察 我感觉他画的是月亮 为什么 因为在水里有月亮的倒影 既然是月亮的倒影呢 那天上就不应该有海鸥的出现 因为晚上海鸥是归巢的 所以说呢 提醒这位选手呢 也要调整自己的一个定位 既然我们画了倒影 那应该天上那个月亮 应该多少有点淡淡的光运 而你没有把这个光运画出来 这说明你的心态呢 稍微有一点点消极 但是我们又看到 它是一个满月 满月呢 我们说又代表着一种自信 一种霸气 一种让别人喜欢和关爱 所以说这幅画呢 充分说明了 你有丰富的想象力 憧憬力 但是就是要明确 白天和晚上 这种交替的平衡 所以说我提醒你 在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调整好自己这种平衡能力 是最重要的 来第二名选择去 说实话 我有点意外 但是如果真的要找原因的话 其实也算是能有一个原因 就是你的身上学生气太重了 作为一个学生来说 你拿出那个作品 让大家一笑 没问题 但在职场上 你拿出那些作品来的话 就代表了你的职业水平 我们是要付钱 给你这些作品的 其实你一直在强调 你想做UI 那以你的功底 包括你的作品 坦率说 以你的一些基础功 你做一些平面的设计 包括去一些电商等等 他们其实有很多这种的 大量的出平面搞的需求的 其实这一类工作 也许更适合你 所以你不用在意说 台上这十个人 把你灯灭了 其实还是有很多机会 设计师永远需要 所以还看你自己的选择吧 好吧 孟非 谢谢你 再见 好 谢谢 再见